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肥坤在提督馬路 澳門人是叫提督馬路 來到 郵輪店 小小間的 酒家 你也喝茶 地方都幾骨子 人不太多 上來喝杯水 嘗嘗食 感覺上這個位置 是以前的灌籃 新灌籃茶樓 吃了少許飯 後來灌籃 被灌籃倒了 肥坤就叫了一個 粉 肉碎 有些蟹黃 叫了一籠 韭菜餃 韭菜餃 是10元 一籠 粉是33元 那 那 現在 價錢 差不多 不要彈 6樓 加上茶錢 48元 今天我們走一下提督馬路 我這個位置 在鏡湖馬路口 鏡湖馬路口 走過去 以前 很多工廠大廈 其中 有一間 叫做敦王的酒樓 很大間 裝修 很漂亮 有幾十年 結業很多年 提督馬路 這一段 大部分都賣五斤 走前 賣建材 建築材料 室內裝修 浴室廁所 這條街 整條街都是賣這些 早期 大部分都是做 木材生意 木廠、木單、 芥木、船上 用品 以前的樓 很矮 一層或兩層樓 很高 基本上都賣得差不多 今天我們沿著 提督馬路走 今天感覺上 不是很多車 3月10日 星期五 沿茶出來 是11點多 大利出口 很有歷史 年輕人 經常上去玩 現在還有帽子 招牌 招牌 走過一點 就是大興街 這間店 店鋪 專門買日本的 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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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坤今天走这一区,多数都想看看有没有旧房子 看看有没有旧的建筑物 应该还有几间的 这里是大兴街,进入渡船街 我们继续走走提督马路 这里直去就是沙尼头 一边叫提督马路,一边叫沙尼头 对面的位置,以前是白花灰,曬牆 现在白花灰搬到大陆 这里建了沙尼大厦 这一段,还有很多旧房子 这一段,可能是家族的 这一段,可能是家族的 河浩记有很多年了,我们年轻人已经有 不过他关了门很多年了 里面也不知道有没有倒下 其实我们是家族的 这一段是家族的 对面有了一套 我们现在访问在平均里面 在平均里面,还有长生店 我已经返回了门很久,返回了门 搬到分宜馆那边 这里还有一两家出名的咖啡室 很多年历史 提督马路附近,中间是大荣树 三、四层楼高,就是大屋 做生意大多数是两层楼高 我们还要卖墨楼高 然后我们还要卖墨楼高 下一层楼高 我们还要卖墨楼高 到这边的地方 应该是沙尼头 走前一點就是海邊街 現在變化得很重要 提督馬路 以前中間有幾棵大熔樹 感覺上很窄 斬殺大熔樹後就好像很闊 這裡有很多食店 平良井 華保工業大廈很多年 好 鏡頭看上去就是水上街市 這裡的地方沒有什麼改變 只是房子變了一些 以前這裡賣汽車零件 好像現在判了美褲章 這些房子已經很多年了 幾十年了 有朋友問我 港城五金 港城五金 接了很多年了 危流 以前那些 機器 拉出來門口 電動地 送進去裡面 的鋼材 好深 現在已經快要倒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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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走路的時候 他有很多鋼材 用電動和摩托 鋼材 放進去廠房 好 裡面都倒閉了 這邊是停車場 曉得 調整資料都沒有什麼資料 回来,这是海边新街,沙厘堂 五颜六色的楼是图书馆 保留,挺漂亮,挺抢眼 走过这边,只不如把相机拿出来拍照 下一集再见